在过数个月时间 国内政党即将全面迎战周选 各政党领袖也已经频频向政敌放线 但时事评论员蓝中华向百个强调 要成功拉拢选民 成绩单才是重要关键 他们的报告在哪里 你的成绩单拿出来给我们人民看一下 因为一些政府 我觉得坦白的说 他们在过去的执政的5年之内 他们的表现其实是 也没有让人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政策 或者是一个政绩 所以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一个难以去说服选民 就是为什么去支持你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可能作为一个简单州政府 这个州政府一直面对就是贫穷 缺乏发展 他除了在那个精神上 就是我们有这个伊斯兰党的强大的支持 下务部之外 但是他在其他的所谓的物质上的 这个所谓的发展是非常的匿乏的 他这次发表是很难拿出那个所谓的report card 就给他的选民去看的 所以这方面他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当然另外一个 包括就是在于吉达州也好 他们也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 现在这个吉达州州政府那个州大臣 我应该可以用这个字眼来形容的 他是一个战狼 中国有战狼的外交官 马来西亚有个战狼的所谓的政治人物 撒东西他就是伊斯兰党的战狼嘛 所以他就作为一个战狼 他除了那个言论非常触格之外 他也是需要把他的report card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嘛 你到底执政了那么久 然后你做过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真的是让我们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真正让人民收贵的东西 在这个一两个月之内 他就必须要公布的嘛 所以我们人民是期待看到这一点的